相反的 倡議人是為了讓法案通過 為了爭取更多群眾的知識 把人們支持同婚的動機 用一種空洞的自由選擇混淆打包 變成支持同婚等於支持同志 等於進步開明尊重多元 把反同的保守宗教 當成唯一的敵人來對抗 這種例子其實過去也發生過很多 在其他的例子上面 例如說號稱人民做主的政治運動 被操作成藍綠統獨議題 在藍綠統獨議題上面對干 用簡化的語言讓人選邊站 沒有回到人們真實生活中的關切 忽略人們不同處境和參與政治的條件 不分辨複雜的影響因素 不破除就有的習性 不加強意識規則的操練 這種運動無論政黨如何輪替 無論你再怎麼喊 台灣人民站起來都不會達到 讓小老百姓有力量參與公共事務的真民主義 只是繼續鞏固執政者專權的結構而已 同樣的道理 我認為目前這波號稱多元成家 婚姻平權的修法倡議 沒有衝擊人心的思考 只有同仇敵開的激情 充其量只是把同性戀 擠進婚姻特權的結構裡而已 並沒有打算撐出混雜多元的自由空間 謝謝大家 我把性別真正的一題大概再換一個場子 大家還會再聽到更多的聲音 好 那剛才有王平和丁乃菲連體音 兩個人發一個聲 講一個題目 那下面的話我們還有一對 我們不知道是不是雙生子 但是他們會用兩個聲音來講一個題目 那他們要講的題目叫做《非理物言性》 我們中學的時候讀過了理 就是行為規範 就是分寸 是守住接續 那麼理跟性之間有什麼樣的張力呢? 我們先讓中央大學醫美所的little 他要針對師生 老師學生 但是師生同樣有另外一個意思叫失去聲音 師生敬年來談婦姻跟童韻 在擁抱負貧法的時候 這些道德進步意識形態 在校園裡形成什麼樣的一個後果 我們歡迎Lizel 大家好 我跟秦森今天要談的是 一個不訴求現階段同志愛情 婚姻多元家庭等等 以平權為主軸的運動方向 但是我們談的是已經發生在 日常生活裡面的性實踐 那我們題目裡面的那個L字其實是引號的 指的就是規範 那這樣的規範今天其實正 就是他其實也正大方的 升到了我們各個私領域 去限制人們的情欲表達 我記得小時候在鄉里間 你在公共區域上面墻上 會漆著類似像敦親木林這樣的字樣 但其實就是顯然做不到 所以才要騎在牆上 那反觀我文章裡面出現的那個性貧校園 那包括我等一下要談的性貧校園 到處都在講友善、尊重、包容等等 這些有禮貌的字眼 實際上其實是根本做不到的 那這些話最後只是成就了官僚系統裡面 掌握權力的人 這些人那種自以為是 他們自以為是的多元而已 那我們今天要提出的是 各自在現實生活中的實踐 就是想要挑戰這樣的社會空間 也希望對一直以來 以立法跟人權為基礎的 富運跟童慾提出質疑 那我想要集中講的是 現在在信平校園裡面 小心翼翼然後又害怕泄密的師生戀 這種不發生在光明磊落的 情愛檯面上 只在黑暗角落偷偷摸摸進行的師生戀 如果在現在此刻的校園之內現身 就很容易被解爐成是 權力不平等、性別不平等的關係 然後是污名 那更可笑的是 這樣子的污名是怎麼樣產生的 他其實是1990年代的 這個時候 富運跟童運所共同建構出來的成果 這個會被他們稱之為是成果 性平法被當作是成果在歌頌的時候 推動這個法律的各個民間組織 由於接近權力的核心 而得以將他們推動法律的意識形態 透過法律制定成社會規範 雖然在過程中一直強調性別平等是一件好事 可是卻沒有去反思到他可能製造出對某些人來講的惡魔 這些人離法律的使用權限跟解讀權限很遠 但是他們的性、性別、階級、情感跟身體 卻牢牢的被這些法律跟運動方向所製造出來的社會氛圍前置 發生戀情的老師跟學生就是承擔這些運動惡果的人 他們承接的是法律從上到下的管制 那限縮的是他們的情慾 以及師生的結社空間 同院多元成家的聲浪中 我們只聽得到保守反對跟進步支持兩派的聲音 在這樣二人對立的討論空間之下 輕易的可以用婚家的承諾來置換師生戀中間兩個 就是師生戀裡面每個人所面對的 其實是他們無法向上流動的窘境 那他們的處境甚至可能被輕易的閱讀 成是多元成家的另類實踐 但是他們可以獲得法律的支持嗎 我要質疑的是 正是這種非得要透過法律保障才可以活的情境 這個就是我要質疑的 我們真的一定要透過法律保障才活得下去嗎 我要問的是結婚了多人成家了之後 真的可以幫助這些師生解決生活上的窘境嗎 為了要在合法的正點之下苟延殘喘 那這些人到底還要付出什麼樣的代價呢 他們一方面要面對的是經濟、階級、文化 各個層面都沒有辦法成功上升的壓力 另外一方面他們作為同志 在現階段的情感、道德上 還要背負一個歷史使命 就是他們要讓自己夠自由、夠開明、夠進步 然後跟家人、多人家屬或跟社群為善 和樂親密才行嗎 這些校園的底層人物現在最不需要的就是 安慰式的摸頭跟拍肩說你要加油喔、你要勇敢喔 這個其實是很常聽到的話 或者是把他們當作是苦難犧牲的英雄典範 就對他說你好可憐喔讓我保護你吧 那事實上這樣的保護動作 卻是踩著他們的屍體繼續高舉這法律的人權 毫無反思的運動方針 那我覺得他們也不應該被當作是一種要因 要用來滋養這此刻運動上面的階級情感跟文化情感 毀廢的論述浮現後經歷了很多質疑 很多人質疑我們真的有代言的群眾嗎 或者我們只是論述或虛構的序語 如果要說到論述的代言性 那麼同家會引用原鄉部落所做出的那個調查田野 是不是也有代言性也應該要被質疑 書寫身邊已經過世的愛自由人來證成同志婚姻 跟多元成家的重要性也應該要被質疑 同婚團體是否能夠用法律來表達 然後解決所有的壓迫 當然就更需要被質疑啊 我期待這些質疑都可以被公平的提出來 但是很不幸的 在這波同孕婚家的辯論中 某種形式的理論跟書寫好像具有無庸置疑的正當性 用法律當作主軸的運動方向也可以不用被質疑 而像毀廢論述這類特定形式的理論跟書寫 卻一再的遭到排除 如果在場的大家都是用各自的學科跟理論資源在過招的話 那麼這種有所選擇 而且是很明顯的反映出了學科上面的優劣順位 那這種解讀跟刻意的忽略究竟是奠基在什麼樣的運動倫理上 或許此刻酷兒的堅持現身發言 就是要挑戰這種日益高張卻毫不省思的道德情感 我就先講到這裡 謝謝 Lazzo提到說性無校園特別是針對師生戀所形成的這項片子 確實1994年還性騷擾的那個年代的時候 師生戀的議題就已經經過一次大戰 可是那個時候我們還有空間去寫一些文章支持師生戀 擋住校園裡面形成一種機制說老少爺學生之間不能有任何的情感關係 當時也能夠在島邊裡面寫一些惡稿文章 去寫師生戀的性 此刻的話這些東西幾乎已經沒有空間 因為校園裡面已經形成了非常堅定而嚴格的性平機制 使得師生之間的任何的情緒關係 通通都被視為需要被處理 而是被反對堅決的處理 師生戀這個議題在這個時候被提出來 我覺得非常非常重要就是 在我們思考平權和平權婚姻的時候 它其實會形成怎樣的一些局限性的惡果 我們下面的話請東華大學的秦森來繼續的談 跟這個校園裡面的禮儀 跟校園裡面的情慾解放相關的問題 好 那我就是 《非禮物點心》是一個大標 那我這邊給我自己的發言稿下的小標是 《下體解放婚家路》 好 然後每次握到房莊物都會覺得有點過路行 好 剛剛Lito的發言就是講出了 就是師生戀這個禁忌的議題 那我這次的發言會比較想要直接來談就是 這次婚家盟跟同志婚家派在對打的這場聖戰之中 就是不斷地被丟上紀牌的《性解放》這三個大字 就大家都還記得當1130庫家盟就是在 凱道指責的大家多元成家是在搞《性解放》的時候 我們看到很多就是去鬧場的婚家派的聖戰士 然後開始在憤怒地說 為什麼要污蔑我們搞《性解放》 我們沒有 非常的悲情 聽起來就激昂起來了 其實這兩句話看似對立 可是它是對同一個道德信仰體系的詭訣自我分裂 就是婚家盟不想要《性解放》 可是婚家派他們同時也就是自信說 我們沒有在搞《性解放》 所以這兩者其實始終操持著同意 對於堅守維護某個充滿乾淨道德想像 婚家型態的信念 那在這場雙方共同對性弊台 然後把愛這件事情就是所謂的 就是婚姻事案 然後怎麼樣對小孩子是愛的 這個愛這個字高舉的聖戰裡面 性跟欲這件事情 它顯然就被放逐了被晉升了 那但是在我自己個人一直在性的實踐裡面 卻學習著到底要怎麼樣把情欲匯聚 去找你 去找我 不如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